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国界,也没有种族,更没有那么多的你死我活的敌视,那该是多棒的一个完美世界,然而,天地两茫茫,贫富本无书,世人向何方呢?传承国学精华,启迪智慧人生,欢迎订阅国学天地。 记得之前拿字郑伯剑说,从2024年开始,未来的20年,世界将进入九火运的格局,整个世界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变化之具会令人无法想象,科技将突飞猛进,极有可能发生第四次的工业革命,但是九火云的火所代表的科技,在我看来是一种一念天堂而一念地狱的力量。 没错,科技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人类无法掌握火代表的科技的力量,那就像玩火者逼自焚一样,或许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有人说,小泉,你这未免太悲观了,自人类诞生以来,你看,哪个世界还没遭受点什么磨难,那原子弹人类可都挨过两次了,被照样活过出来,还有啥玩意儿,比那原子弹能唬人呢? 要这么说,我觉得还真是,历史学家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比较贴切,说人类发展到现在,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准备打仗。 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浓缩成24个小时的话,那么有23个小时呢,都是在打仗,这把人类要比作成打不死的小强。 哎,我觉得还蛮挺有道理的,哪都说2024年将进入九火运,科技突飞猛进,未来还很有可能进入新的科技革命的年代,但人类科技的发展方向,往往也是人类的欲望的一个发展方向。 但遗憾的是呢,就像真理总是在大炮的射程一样。 而掌握这些大炮的人往往,却是那少数人,其实正是这些少数人的欲望,而决定着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科技走向巅峰的同时。 我觉得,只有人心凝聚,以善念良知为前提,以传统价值观为借齿为尺度,才能在人类与自然的交汇发展中去维持那份平衡,才能站在被欲望所凝视的深渊面前。 泰山崩而色不改,眼下咱们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以及病毒的轮番来袭,甚至是地区的冲突不断的局面。 我想,都是被欲望所吞噬了天理而带来的,生活就像一场苦修,一个人的人生和人类的整个进程,那都是息息相关的,同一场苦修,谨小甚微。 如履薄冰的,去取得一个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动态平衡,那也许才是唯一可行的现实,在欲望的驱使之下,未来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未来呢? 今天咱就来个黑暗大魔王啊,来个预扬仙逸,咱们先来把最坏的部分聊一聊,咱们畅想一下,机器可以成为咱们人类的助手,让所有人都过上养尊处优,无需动手的生活。 但是呢,也可以成为人的竞争者,取代现有所有的工人,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这全看未来的少部分基因人类,却怎样看待呢? 大多数的云云众生,他们将决定未来机器人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在这个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历来的社会啊,如果换作不是你,你会赌未来,你成为机器的奴隶,还是成为逍遥的散仙呢? 不仅这机器,还有我们的数字技术,当年美国的棱镜监听计划,已经是众所周知,而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技术,那么未来的数字技术,想要知道,你几点几分,和什么人说了什么话,甚至做了什么事,那简直是一如反掌,甚至连你肚子里的蛔虫,都没他们知道门亲啊。 这样一个看似穿了一身衣服,却如此赤裸的社会,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的,关键是,人家能知道你的底裤,而你却看不到人家的,还有这个VR的虚拟现实增强技术,目前的全球的资本,都在争相地追捧这项技术。 连达多也认为,酒运最可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的,就是虚拟现实技术,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至少我知道,咱们吃的粮食,是无法从虚拟现实技术里找出来的吧,吃饭睡觉,像屎尿屁这样的粗俗的事情,还是得自己一样一样,来自己做吧。 我们像电影里面展示的一样,如果整天戴个眼罩,往床上来一个葛优堂,您可能玩游戏,玩得挺高兴。 资本看你这痴迷游戏,玩它更高兴,但你俩高兴的背后,花同样的时间,他高兴着把钱挣了,你能玩着高兴着,也把钱挣了吗? 关于这虚拟技术,眼下最火的一件事,那莫过于那数字收藏品了,一段代码,现在都能抵得上那王羲之的一池墨水了,但我依然还是分得清的,王羲之的那墨迹,那可是有限的。 而那代码是无限的,那些所谓的限量,充其量,就是在无限的想象中去抽取一片具体的样子,把这具体的样子定义为有限。 事实上,这样的形式可以千变万化,本质上它还是无限量,既然是一个无限不限量的东西,那么它真的有价值吗? 我想炒作的根源,还是人性在华大北面前的一个贪欲而已,或许炒到最后,你突然发现,这家伙什么时候变成铁公鸡了,怎么不给我拔毛了呢? 咱们再说,未来被称为科技的归宿的AI和人体改造,比如说脑机接口,如果说,AI有一天真的强大到让人类不屑于去动用自己的肉脑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人类所存在的意义。 也就是你告诉自己的意义,到底是AI定的,还是人类自己定的,又是谁在影响你做这样的决定,或者这样的认知呢? 到底是谁在主宰谁呢?而且,脑机接口技术目前看似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应用层面了。 看起来,它可以通过连接脊柱锁两端,受损的那个部位的两头的神经,通过人造电信号,让一个高位结贪的人,立马去恢复对身体的支配。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人体就是靠着生物电流去传递信号的,如果脑机想要接替你的大脑,取代你大脑对你的身体去发号使令,它只需要在原来连接的那个位置,把来自大脑的这个信号给它阻断掉,改成自己的指令就可以了。 更不用说,咱们前几天视频里提到的目前很多的生物实验室正在加紧研究的基因技术,在未来,比如说某种冠状病毒可以设定成感染人之后,先识别某种黄人或者黑人的基因,采取释放的特定的毒素和能力。 有朋友就说,哎,这是天方夜谭啊,小泉这一看就没读过书,如果您不认可我的说法呢,您不妨听听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美国的种子公司孟山都现在就已经可以轻而易举的,很成熟的做到,通过转基因技术让种子的第二代自动降低产量,甚至是绝育。 更夸张的是,孟山都配套的它的除草剂只对孟山都的种子无害,其他种子都不能生存,那么特定的人的特定的基因片段肯定会形成特定的蛋白质,通过识别这种特定的蛋白质,定然能够锁定特定的人种,这绝不是天方夜谭,还有目前合作的来源。 昨天呢,帮大家查了很多的资料,虽然咱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所有的逻辑却都指向了美国的病毒实验室,这些可都是最新的科技啊,所以我才刚才一遍一遍的说,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这就是科技的能量,但是这种能量到底怎么用,到底是人服务科技,还是科技服务于人,这才是每一个人必须关心的,因为未来必须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科技是要必须服务人类的。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只有了解了地狱的黑暗,心才会去向往光明,才能脚踩黑暗,心向光明。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